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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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名号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老师又来了 好 我们来开音十分钟 一点你就通 今天呢 我们 在我们的这个 所有 我们的这个 要讲 好命的妈妈是多吉利 竞箭 妈妈们 赶快拿起你的这个手指头 好 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这个小铃铛 不要忘了 这样老师要讲下去 比较好讲 好 那所有的妈妈们呢 可能在生这个孩子以后呢 就会觉得说 我生孩子会忘夫忘子 结果呢 很多人后悔了 为什么 生完孩子以后呢 你觉得说 哎呀 我帮我另外一半 生了这个爱的结晶 一定会更好命 结果24小时待命 stand by 甚至呢 小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呢 身体不好 可能没有办法睡 就像老师呢 小儿子一出生 妹妹好 可能到晚上他才哭 白天既然给你睡觉 晚上就妹妹好 然后害我呢 跟市长两个人呢 晚上都没有睡觉三个月 结果就把他们全部丢给外婆带了 好 好 那妈妈们呢 这个 一定很想知道说 哎哟 我这个生肖 是不是他后生肖 会越来越好命呢 好 在所有的12生肖里面 妈妈们 好我现在先 赵慧慧啊我看到你 家伟 哇 家伟你上来咯 好 五安五安 你是超级神猪啊 家伟 太虹你也上来了 我看到你了 太虹 太虹 老师这两天都有看到你 好 还有谁上来 赶快上来 然后记得按赞 留言 开启小铃铛 好不好 那今天呢 老师就是要来分享 因为母亲节啊 老师一定要告诉你们说 多一个妈妈的这个生肖 他的孕世 在生完孩子以后 结了婚以后呢 哇 他的命就越来越好的 老师有上榜哦 好 来 那现在我们二话不说了 孩子会来 就说 这一次来到你身边 孩子会忘你 或者是 你生完孩子以后 你的运会好 这些孩子来到你身边 一定跟你前世有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 前世哪几个生肖 的妈妈们呢 生完孩子以后呢 越来越好命 好 第一个生肖呢 就是这个 俗马的 好 俗马的妈妈们呢 嗯 老师看到他们的前世 就是做了太多的财布施 好 做了很多的财布施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小编说 老师你又忘记了 翻翻了 好 那我就把它拿起来 好 来 我们看一下俗马的 俗马呢前世因为做了很多的财布施 就是说做财布施 到底做什么财布施 我跟你讲 俗马的好命一定有原因 你前世一定做了某些事 好事 所以你这次才会 生了孩子以后 越来越有福气 而且很高兴的 好 俗马就是这样 人家前世出生在原外家 或者是家里特别有钱 但是呢 他不会因为自己有钱 然后呢 吝啬了自己过自己的好生活 他把家里的家当全卖了 拿去帮助一些孤儿 让他们呢 能够这个学业有成 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所以来到这一世 他只要哪个男人娶他 一定改好命 因为他会忘夫 再来呢 他更忘的就是忘他的孩子 因为这些人来到他 这个孩子来到他身边 当他生了这个孩子之后 他的孩子 其实就是前世他帮助过的人 所以这次来 是要来干嘛的 报恩 好我举一个报恩的例子 这个高雄气 那个气爆 你们有没有听过 那个气爆的事件 就是来报恩的孩子 这个小孩呢 一出生 就是出生 很懂事 我觉得俗马的孩子都很懂事 一出生就是老灵魂来的 那这个孩子长大 这个在大学快毕业 他就是毕业 那时候好像快毕业 然后他的 他就跑去找这个 因为他很少出门喔 晚上 他就跟他的妈妈讲说 妈妈因为我们快毕业了 所以我想要 晚上我约了朋友 在同学家 我们要在那边相聚 于是呢 他妈妈呢 就答应他 因为这个孩子特别乖 那他都不会在晚上的时间出门 所以呢 他就跟同学相聚 好 11点的时候呢 他说他会回家 结果在11点以前 他起摩托车出发 高雄气爆 第一个炸到的就是他 手臂断掉 当场死亡 好 这个孩子的妈妈 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 因为只有那么一个女儿 好 这个女儿呢 的这个 这个 妈妈在整理他的衣物的时候 竟然在他的抽屉 发现一封信 他写了 这个信里面的内容 最主要的就是 竟然他可以在他 碰到这个意外事件 之前就留了这封信 写了什么 妈妈 你想买的车子 我会帮你准备好这个钱 还有 你跟爸爸两个人 因为为我们 这个 为我着想 然后付的债务 我通通会帮你还 心以外 我会留你们往后 你们养老的这个 这个基金 那 这个孩子 确实 离开人世以后 保险 还有国家的补助 妈妈拿到 确实都如愿 如愿了 所以这个孩子 就是来报恩 所以呢 那个妈妈也是属马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非常有福气的 妈妈是谁 好 属鸡的妈妈 好属鸡的妈妈呢 因为他前世救过人 好 也许呢 这个属鸡的妈妈 你前世 你曾经是个医生 非常有人医道德的 这个医生 所以呢 你常常呢 就是不收费而去救人 甚至呢 你可能前世 你看到有人要自杀 或者他要跳河 跳水 好 你救了这个人的命 而让他没有做出这个 人生不好的这个结果 所以呢 你前世曾经救过人的 这个妈妈就是属鸡的 好 来到这一世呢 属鸡的妈妈基本上呢 她的孩子会跟她 非常非常非常的同心 因为属鸡的妈妈 她非常有条例的 会从小呢 教育这个孩子 想要栽培孩子 她会细心的陪着孩子 跟孩子很像朋友 她们两个人的心 非常契合 那因为她很专心 教育孩子的人格发展 包括她的学业的栽培 所以孩子呢 一定是学历相当的高 而且在社会地位 一定有某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不是老板 就是总经理 要嘛 就是在公子里面 她的官位非常高 所以妈妈很放心以外 她们也相对 有什么事情 都会跟父母商量的 很贴心的小孩 而且呢 妈妈只要有一点点什么事 生病啦 住院啦 这个孩子 会陪伴在妈妈身边 所以属鸡的孩子呢 她的好命就是因为 孩子太贴心 会跟她像朋友一样 陪伴着她 就像她前世 她救了这个孩子 曾经救这个孩子 投胎来到这一世 她就会陪着她 黏着她 护着妈妈 所以呢 这个属鸡的妈妈 也会越来越好命喔 好 第三个生肖的 这个好命的妈妈 生完孩子后 会好命的是谁呀 坐在这里的这个老师 就是属龙的 我一定要说我真好命 但是要修啊 要修啊 好 前世如果你是生肖属龙的妈妈们 好 你越来越好命 因为呢 这个属龙的妈妈是佛心来的 我讲的佛心来就是 基本上她们有带天命 是菩萨身边来的妈妈 我们再看一下属鸡的妈妈 哇属鸡的妈妈 你属鸡吗 那个杨佩玲 我看到了 哎呦 好多人赏星星耶 是不是 我没有看错 傻眼 那个眼睛糊掉了吗 那个李小龙耶 有看到有看到 你们太棒了 你們要給他好名 好,來 好,屬龍的生肖的媽媽呢 因為她是佛心來的 所以她來到這一世 其實她是要來度化眾生嘛,對不對 她這個孩子呢,生下來呢 又會慢慢慢慢長大 媽媽會樹立她的這個 就是以自己為標榜 為標榜,然後來影響孩子 讓這個孩子呢 從小就是媽媽的這個標榜 然後學著媽媽 長大以後,因為她是佛心來的媽媽 帶了很多的福分 所以每一次孩子呢,莫名其妙 可能呢,在考試他沒有把握 就像我的孩子 考榜中的時候,那時候 男生好像要是190分嗎 我忘記了 結果他,其實他少了很多分 大概30、40分 竟然進榜中 我不知道那個考試為原位 到底是怎麼看的 結果他進榜中了 好,他自己有感受 我的兒子常常跟我講說 媽,我覺得 因為你這個媽媽 讓我感受到 我做什麼事情都很有福分 那就是媽媽去忘了 就是這個孩子來 基本上 可能他在前世 曾經呢 跟這個媽媽的關係也是 媽媽想要幫助他 這個孩子比較叛逆一點 比較搗蛋一點 來到這一世呢 繼續再修正他 所以媽媽會以自己為標榜 然後影響孩子 影響先生 影響整個家 讓這個家所有的運勢都起來了 好,這十個生肖裡面 這三個生肖的媽媽呢 真的是越老會越好命 因為生了孩子以後 都讓孩子來報恩 然後孩子也很貼心回來呢 這個產還 他過去幫過他的這樣的 過這個前世 幫過他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相對性來到這一次 讓這個媽媽生完孩子 都會很好命的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再聊聊 因為在前世今生這一塊 我把這個板板先拿下來 要不然老師手會痠 手會痠記得還是要舉起手 記得要留言按讚 開啟小鈴鐺 老師很嚴肅喔 好,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談談 好,這一生呢 其實我們在前世所有的整個種種 來到這一世都會影響你的事業 財運還有家庭 那媽媽們現在一定說 老師你都說好的啦 都沒有講到壞的啦 我們這些沒有這三個生肖 沒有跟老師你的生肖一樣 不好運的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應該要了解一下 了解你的孩子跟你之間的因果 這個時候就要來找老師啦 你要知道孩子要怎麼樣子 從小讓他知道 老師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孩子怎麼跟他相處 像我們家的那個團隊呀 那個小鈺 小鈺 應該在上面 我剛剛有看到 好,他呢就跟我講說 老師,我那個女兒真的要怎麼教他 我說好 我就看了他女兒的前世 我就說 你這個女兒呢 非常想要人家尊重 所以呢,你注意看喔 你那個女兒呢,只要你罵他看看 他的臉馬上就是 好像你欠他 你欠他好像欠他好幾百萬一樣 馬上那個臉是臭的 他說真的耶 我說你跟女兒相處 因為他前世跟你之間兩個人有口 這個我們講的就是那個口角願力 所以你這一次來呢 你對你的女兒千萬不要大聲 因為他會有前世的記憶 你曾經罵過他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小孩你跟他講話 你就要說 哎呀 譬如說他女兒如果生氣起來就會摔玩具 然後他就會開始罵他 那這個女兒你越罵 你示範看他越會摔 好,那我就教他了 我說當他如果有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那你就應該跟女兒講說 哇,你丟得好遠喔 你以後可以參加體育班耶 那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不會丟我的玩具 因為會打壞我自己的東西 你要跟他好好的解釋 然後用另外一個方式糾正他 而不能說你不行,你不能這樣這樣 好,所以呢這些沒有上榜的媽媽們 不是說你們沒有訪問 那就是一個業力的阻擾 好,那你就要很清楚知道 你的孩子他來到這一次 你要怎麼樣子的協助他 那當你協助他的時候 你知道他前世的狀況 這次他要怎麼樣子 在這次他的人生 應該要怎麼樣走才是對的 那你把他抓對了 當然這個孩子走對的路 以後他賺錢就會孝順你啦 所以怎麼樣跟孩子達到一個默契 就像這三個生肖的媽媽們 那麼樣的好運 那當然是可以扭轉的 就必須要了解你自己 跟孩子之間前世的因果囉 再一次跟全天下的媽媽們說 辛苦你們囉 我也是媽媽,所以我也很辛苦 好,給自己秀秀 祝所有的媽媽們 能夠母親節快樂 收到這個滿滿的禮物 好不好 好,母親節快樂,掰掰 你們來